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哲涵说 用最简单的话 首相说 米亚吉他 以及乐理的那些事 我是米亚海拉 很多网络上 有人会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吉他上 该如何快速的去弹出 大三度音和小三度音的概念 那么 这个到底问的是什么 如果说你喜欢玩吉他 喜欢练吉他 想把吉他的路走得远一点 这个视频值得你看 对你有非常大的启发 其实三度音 在我们的吉他 这个和声乐器里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实质性的理念 那么我今天 以我的理解思维 来告诉你 我是怎么去理解 三度音的应用的 比如说第一个 最简单的方向 就是音机的弹奏 对吧 如何在吉他上 快速的弹出 某一个音的三度音关系 对吧 那么其实这个呢 如果说稍微学过乐理 或者学过纸板音贴的话 应该是很清楚 很容易能找到 对吧 比如说 我把这个六弦的五品 这个音弹出来以后 我要快速弹出 它的大三度和小三度音 其实就很简单 比如说我按着这个音 我不管它是什么音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不管它是什么音 我只知道它的音感 就当做它的音高一样就可以了 别让它去感受 Dore Mi Fa Solacito的这个 去匹配 不要去匹配 我只是断定它的音高 因为音就是音高而已 Dore Mi Fa Solacito 只是唱名 只是给它去音高上 命一个名字而已 而实质上呢 我们去听的话 只是听它的音高 好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音高的时候 我要快速弹出 这个音高的三度音 那么大三度的话 就是它的下方 这根弦的 往琴头方向走一个 前面一个 那么这个就是 它的大三度音 往琴头方向拉两个 那么是小三度音 那么大三度和小三度的 音程关系 让你耳朵里面体现的 音程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明亮 一个是低沉 好 那么这个就是 快速弹出 三度音的关系 当然 三弦和二弦的位置 是不一样的 三弦到二弦的话 它原先就是一个 大三度音 那就是说 你按住三弦 然后往下 这个音的话 就是一个大三度音 那么小三度音的话 它就往琴头方向 走一格 这个就是 小三度音和大三度音 在吉他上 弹出来的感觉 其实在 自然音程里面 它是有规律的 记录一点 我们以自然音程里面 以唱蜜的方式去走 抖略 密发 缩拉 C 这七个音阶里面 去匹配 这个音的时候 比如说 我们抖音 这个当作是抖音的话 其实在实质上 它应该是A调 当作抖音 那么 抖音的三度音的话 就是一个密音 它是一个大三度音 那么直接下方 往这里走一格 抖音 抖音 好 这种思维去走的话 你要记住一点 一 四 五 就是 抖 发 缩 它 就是一个大三度音 在这个位定位就行了 那么 Re Mi La C 全部是小三度音 它的下方的三度音 Re Fa Mi So La Do Si Re 那么它就是一个小三度音 关系 那么从这个地方去理解的话呢 其实我们有时候有人想 我听一首歌曲的这个调性 我不知道 它小调还是大调歌 那么如果说你的音感足够好的话 就可以通过这个概念去给这首歌曲定调了 比如说你在一首歌里面 在结尾处啊 我们以简单的简朴的方式去走 那么简朴如果说是抖音结束的 我们可以判定它是大调歌 对吧 如果拉音结束的 它是一个小调歌 就这个概念吧 那么如果说它的尾音落在了 比如说还是这个六弦的这个五频上面 这个A音上面去 那么A音上面的话 我们可以判定它可能是A大调 或者是A小调 因为这样子的话 就知道它的主音是A 那么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去感受 一 如果说我们是当作它是抖音的话 那么它是大调歌 对吧 那么如果说你是预设它是大调歌的 那么大调的三度音在这个位置 DOMI 好 你就去弹这两个音 然后去匹配这个歌曲里面 这个伴奏 有没有违和感 就是有没有冲突 如果说冲突的 那么有可能就不是这个大调歌的调性 那你可以去尝试用这个小三度的音 去尝试 因为 有没有违和感 这个是建立在你有一定的天赋的 就是说你的音感比较好的情况下 当然判断一个歌曲的大小调 其实有很多种方法 如果说你学过和弦的乐理的话 就比较简单 如果说落在这个A音上面 那么你只要去感受 它是A的大三和弦呢 还是A的小三和弦就可以了 A的大三和弦 比如说在这个位置 如果说结尾 你用这个A的大三和弦去弹 跟这个歌的结尾的时候 是不是很和谐 那如果不和谐的 那么你用A M和弦 因为它是小三和弦 也能判断出这个歌的调性 我们说从简单的理论去讲 那么其实这个是音机里面的 一部分的理解 大三度音和小三度音的应用场景 那么其实最重要的 还是从和弦的乐理去理解 大三度音和小三度音 如果说你学过和弦的乐理 就知道 我们从三和弦 七和弦 九和弦出发 到十三和弦 那么它们肯定都是通过 三度音的叠加的规律去走的 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以C大调的和弦来举例 大家可能听得明白一点 比如说C大调的一级和弦 是C和弦 DO MI SO 对吧 它的构成音是 那么DO和MI是三度音 MI和SO是三度音 那么它们的区别 也就是大三度音和小三度音而已 对吧 那么其实我们在纸板上 如果说你能快速的找到 某一个音的三度音的时候 就是区分大三度和小三度的时候 你的和弦的按 就是很容易了 比如说我们初学的话 在前三品谈了很多和弦 对吧 那在后面的和弦 你该怎么去按呢 其实一种和弦 它有不同种的按法 比如说我以前讲过的CA激励系统 这是其中的一个方向 那么还有很多的方向可以走的 我们用这个EM和弦去理 EM和弦大家可能在弹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 这个五弦和四弦弹不到 五三二三 一三二三 好 我们就用这种思路去走 就是说我们弹五三二三 一三二三的分解和弦 那么我们就是以六弦为更音 因为它是不需要按的 好 那么五弦和四弦舍弃掉 那么我们要在一二三弦 去构建出EM和弦的和弦音 当然我们一定要去摆脱前三品 对吧 前三品我不要了 最简单的方式去走的话 我们在三弦的位置 去找到EM和弦的更音的位置 然后按照这个更音 然后往下去叠加三度音 对吧 那么我们更音的话是一个me音 对吧 从C大叫出发 好 在这个地方四弦出现了一个me音 那么EM和弦的是一个小三和弦 小三和弦的话 它的构成的话就是 小三度叠加大三度音 对吧 那么这个是me音 那么我们要找到这个音的小三度音 那么三弦按二弦呢 它是一个大三度音 刚才说过了 小三度的话 我只要在下方这根弦 往琴头方向移一个 就是找到了它的小三度音 那么以这个小三度音 再去找下方的大三度音 因为要叠加一个大三度音了 小三度音叠加大三度音 那么就是往琴头方向移一个 因为二弦和一弦 它也是一个纯四度关系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大三度音 那么这样按好的话 加上这个六弦的空弦的更音 去弹的话 弹五三二三就是EM和弦 而五弦和四弦 我们是不谈到的 那么这个EM和弦 就是在你的脑子里面 马上就能反映出来 这个就是在这个宝位的EM和弦 那么如果说我们要构建出 它的大三和弦呢 很简单 就是说根音下方 我只要按出它的大三度音 也就是说三弦和二弦的下面呢 就是三弦的下面的二弦 也就是大三度音 我只要把这个位置换到这一来 就是一个大三和弦 这样子的话 就充分利用了我们对这个直板 这个弦与弦之间 找三度音的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以四弦 这个空弦音为更音的话 它是一个RE音 对吧 那么RE音的话 在C大调里面是一个DM和弦 DM和弦的话 我们这样按在前三平 那么我们其实也可以往后找找看 它有没有能像EM一样 构建出其他手心的和弦呢 我们还是以这个三弦的位置 找到它的根音的位置 好 当我们找到这个RE音的时候 你马上要反映出这个手心 就按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DM和弦 因为刚才我讲了 就是说EM和弦的手心 它是一个小三和弦的手心的时候 当你跟音 跟它的三弦的位置是一样的时候 你只要把它按出来 同样的手心 然后弹 四三二三 一三二三 它就是一个DM和弦 当如果说 把根音下方的二弦的位置 这个按住以后 把这个抬掉 那么变成了D和弦 就这个概念 所以说三度音的话 是我们在前期在纸板上 找和弦的最好的 最佳的方法 今天我是讲了一个最简单的概念 当然如果说 你有足够的理解能力 就是说足够的阅历和和弦 以及纸板音阶的理解能力的话 其实有些和弦 在后面把位构建出来 就是凭借三度音的理解 你很容易把它找出来 就这个概念 其实我现在的这种概念来讲 我其实很少去记高把位的和弦 因为其实它都是有规则来推算的 就这么简单 今天这个课程 你要仔细听 对你的启发是很大的 我希望你如果说 小把吉他玩下去了 一指板 音程关系 阅历和弦乐 好好的去学一下 这样子的话 对你的吉他生涯 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今天就到这 希望大家学习一块 拜拜 拜拜